而且有這些筆畫 有這些數字的人 他有多重興趣 很多人一輩子沒有興趣 他一輩子只有工作 工作完回家就是 生小孩帶小孩 再來照顧父母 然後就這樣終老 然後萬壇 對 萬壇 終老 終老 他沒有興趣 這些人是會有他自己獨特的興趣 有的人喜歡音樂 有人喜歡爬山 有人喜歡山鐵 有人喜歡旅遊 所以他到老的時候 他這種就不會 他會很樂觀地看待他的未來 哪些姓名筆畫的人 看待生死比較豁達開朗 對 可以接受最新的 最健康的新觀念 我們來看一種就是說 天生比較樂觀的 這第一種 第一種就是不管你哪一個格局 有這樣子的數字都算 這個就是有9話 18話 19 31 36 這個都比較能夠接受新觀 你知道現在很多人都想說 我趕快去看老人院 哪裡的安養院好 環境好 什麼好 他就去 這個打死不去 為什麼 他覺得為什麼老了 一定要在安養院呢 我可以快樂到老 我可以天天出去吃 因為這個天生就比較 開朗的個性 而且有這些筆畫 有這些數字的人 他有多重興趣 很多人一輩子沒有興趣 他一輩子只有工作 工作完回家就是生小孩 帶小孩再來照顧父母 然後就這樣終老 然後萬坦 對 萬坦 終老 終老 他沒有興趣 這些人是會有他自己獨特的興趣 有人喜歡音樂 有人喜歡爬山 有人喜歡山鐵 有人喜歡旅遊 所以他到老的時候 他這種就不會 他會很樂觀的看待他的未來 他覺得說 為什麼一定要住在養老院裡面 現在很多人去找那種一層樓 然後做單身公寓 然後都是跟他吃喝同好的人 住在一起 所以他是很樂觀去面對這些 那包含就是說 譬如說像這個 我們剛剛講的這個斷食 他也可以事先先去試試看 因為現在很多人都在 試著屁股有沒有 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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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比那個鼓類 他可能是三個月一次 或是半年一次 一年一次 你也可以從年輕的時候 就開始訓練自己 避骨 避免 不吃骨類 不吃骨類 古代其實就是不吃東西的 那段時間 就是七天不吃 七天不吃 就喝水 喝那些健康的 就譬如說蔬果汁這些 就七天 然後在佛教來講的話 它就是屬於八關在界 那你平常也可以這樣子自己訓練 他就覺得說 我可以試試看 但有一些你跟他講的時候 他會覺得你在處我死 但這個不會 他的觀念覺得說很好喔 趁我現在年輕的時候 清肺物 清股素 就一年他給自己清一次 清一次對身體也好 然後訓練之後呢 如果哪一天真正自己 面對這個時間到的時候 他就會很容易去過這個關 他就不會因為飢餓而痛苦 而且這個呢 他會覺得說 人生其實生死沒有那麼的難 對 就是說他不就是從這個靈魂 從這個物體到另外這個物體而已嗎 生死靈魂是不滅的 他覺得這個不會滅 我只是在換一個殼而已 他會用一個樂觀的去面對他 看待他 這個就是很多人現在年輕人 不是很多年輕人 現在很多快樂的晚年 他們都跟我講說 老師我要一路玩到掛 我說很好 我支持你 這個就是屬於他一路開心的到 結束這一輩子 另外這個呢就是說 他凡事他都會比較 看得比較遠 就15 23 24 34 41 我們下面這一組的人 通常到臨終的時候 都會資產比較多 資產什麼 資產比較多 唉唷 這樣才不會玩 因為他比較有遠見 他年輕的時候 大家在玩的時候他不玩 他拼命的賺 拼命的存 拼命的把他的所有的 去做規劃 所以他到中年的時候 他通常都會有一些資產 然後到晚年的時候 他也會看得比別人遠 他會覺得說 這個時候我先來找蘇律師 先把該做的寫好 然後比如說我再來到醫院去 我把我該做的 比如說我要生前 我往生的時候我不插管 我什麼 他都寫得清清楚楚 這個時候 因為交代清楚 不會麻煩別人 對 家人就不會亂 我們剛剛講 善終並不是我自己躺在家裡 然後我斷時走了就好 善終就是你家人的 就是在我們 我們最後走的那一刻 我們家人如何對待我們 那才叫善終 充滿了尊重跟祝福 對 家人如何去安排 我們後面那才叫善終 那有這一組的人 因為他從年輕的時候 就習慣我做任何的事情 都得先規劃好安排 而且他有這些筆畫的人 他習慣做筆記或做記錄 很多人會把他所有一切記錄 在手機的記事本或什麼的 或先交代號 那哪一天他面對快樂來臨的時候 家人也不慌不忙 會照他的指令下去做 那自然都是非常好的善終 最近開始很多報導上面看到了 斷時善終 然後有許多名人都宣布 自己的身體狀況真的不行的時候 真的不行的時候 將會以斷時善終的方式 走完人生的最後一里路 大家會聽 我要吃喔 不過我把他夭壽 要不然給他餓死喔 不是 所以我們問一下肅清 用簡單清楚的語言告訴我們 斷時善終是什麼 好 因為之前畢醫師寫了著作之後 真的在台灣就掀起風潮 然後之前黃岳衰老師不是說 如果他怎樣他要斷時善終 大家就說黃岳衰老師你要斷時善終 沒有是說如果以後怎麼樣 所以以後怎麼樣呢 簡單的說就是說 黃岳衰老師那天我碰到他 說老師你怎麼樣說沒有沒有我目前的階段是斷時 減肥 你說以後到必要的時候再來斷時善終 對這個必要的時候很重要 簡單的就是說 如果你的疾病或你身體上的這些疼痛不適 你經過現代的醫療沒有辦法友善的去緩解你的這些不適 沒有辦法去友善讓你延長你的性命 那你等於說當我這些醫療的介入變成是延長你的死亡 而不是延長生命的時候 這時候呢你可以在自己的意識下 比如說你是清醒的 你覺得說我不需要這些額外的這些灌食啊或什麼 那我可以開始自主的停止進食 或者你說可是他已經意識不清 那或許他在意識不清前他曾經表達希望善終 他不要這種太多的灌食延長他死亡的過程 他有這樣子意識表示過 那這些人可以透過我們叫做自主停止飲食的方法 讓你的死亡過程不被延長 用自然的方法來死亡 所以這就是所謂的 你簡單的說自主停止飲食 只是這個自主在你清醒的時候是你自己的決定 是我自主 還是照護者自主 照護者幫你 決定來自於你自己 可能是你現在的意識 或者你過去你在昏迷之前 你曾經有這樣的想法 那接下來呢就是 我自主我就可以不吃嘛 只是我協作嘛 總共你已經到生命末期 事實上據說到最後幾天 其實你就慢慢的睡眠時間會很長 你的飢餓感也沒有那麼嚴重 然後慢慢慢慢的機能慢慢的喪失 然後自然走向終點 那比較那個是說 可是我以前有交代過 可是我現在就昏迷了 可能已經有些人被插了管子嘛 像我就覺得台灣有一個 說那個更痛苦耶 台灣有些狀況就是這樣 像我一個朋友的父親 他已經96歲了 然後之前也有失智蠻嚴重的 然後呢一個感染之後呢 就送醫院 那送醫院當然進去病房之後呢 他回家拿個衣服 想說回來幫忙照顧 這個鼻尾管就插上了 對 那對他們來講說 可是我們希望他好好的走啊 那所以他以前如果曾經有這些相關的表示 後來他們真的就把他的鼻尾管拔除 可是有些人說你不一定直接拔 你可能是漸進式的 慢慢減少他灌的這個 慢慢慢慢的從本來一天六灌 變五灌 變三灌 變兩灌 慢慢的進入就沒有這個櫃石 然後再拔管 然後等於說你在他的意識之下 協助他自然的走向死亡 這要慢慢講 一切都是我自主清醒的時候做的決定